各位观众您好 我是林景辉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视与众不同 印度总理莫迪到了德国来访问 那也跟德国的总理萧芝 双方签署了14项的一个合作协议 这个合作协议当中包含汽油变迁 还有有关于移民方面的相关的合作的协议 那我们知道说 其实印度这一次的角色 特别是在俄乌战争当中的角色 是令人非议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不愿意完全站在美国这一边 也不愿意去得罪俄罗斯 所以你看到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上面 印度他投下了弃权票 不管是在安理会的层面的谴责 或者是在大会的部分来讲的话 要逐出俄罗斯到逐出人权理事会 在这个议题上面 印度都是采取一个比较暧昧的态度 所以也让人家怀疑说 到底印度是不是有心 以及未来是不是在印太战略当中 形成一个破口 这个破口会不会形成被中国所突破 但是我们看到了 同样在这一次俄乌战争当中 损害最大的 特别是第一个在天然气方面来讲的话 减少了这个未来对俄罗斯的依赖 以及在石油方面 进出口方面 也在降低对俄罗斯的依赖的德国 德国在俄乌战争的角色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尴尬的 但是肖茲毕竟来讲 他们是欧洲的大国 还是要去突破他的一个外交困境 所以他在上个礼拜跑到了日本去访问 那跟岸田文雄有一个会面之后 接下来竟然邀请印度总理莫迪 也到了德国去访问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当德国在思考说 怎么去降低对中国的贸易依赖的情况之下 那肖茲来讲他怎么去布局这个市场 就形成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虑了 那印度就是他最佳的选择 那怎么讲呢 我们知道说在整个全球当中 只有两个国家的人口 超过大概14亿人口左右 那也就是中国跟印度 那中国的这个世界工厂的这个角色 是不是有可能未来会被印度所取代 我们知道中国他现在已经步入老人化的一个阶段 那要求这个各个家庭能够进行二胎的这个生育 也不尽理想 但是对印度来讲的话 他的人口正是处于一个比较年轻 有活力的在那个人口红利 所以如果再按照联合国 2100年的一个报告指出来讲 这个到时候印度整个人口数会超越 4亿人口到达可能到16亿人口 而中国的人口数可能会降低到 11亿人口左右 那就可以看得出来在未来至少七八十年以后的一个布局 来讲的话 对于印度来讲 那他具有所谓的全球人口红利 是不是会取代中国成为世界上新的工厂 这是可能指日而待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肖茲他在布局的时候 第一个先抓住一个高科技产业的一个日本 第二个抓住了这个印太战略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就是印度 那取得了这个世界工厂的一个重要的人口红利的一个来源之后 未来再强化把德国工厂呢 移转到了这个印度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虽然大家都已经很早就已经离开中国大陆 来布局印度跟东南亚国家 即便德国虽然比较晚进行 但是呢至少还是已经嗅到一个味道 也就是说未来德国他必须要融入到印太地区来 而这也就形成说 让印度能够在印太战略当中 具有一定的一个角色 美国之所以推出印太战略 大家也知道说 他是因为看上了印度的一个人口红利 以及他的规模经济 那现在呢 德国在俄乌战争之后 改变了自己的外交政策跟国防政策 接下来法国也是如此 所以整个欧盟体系来讲的话 他们要在改变他们的印太战略 或者是所谓的亚太战略的时候 也不得不跟印度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来交往 所以我们说 虽然在这一次的俄乌战争当中 大家对印度感到有点沮丧 有点失望 但是呢 不能否认的是说 印度的确手上有满满的筹码 这个满满的筹码 除了自己本身国力的展现之外 另外在外交上的运筹帷幄呢 也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看到了莫迪他的手段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柔软 也愿意到了这个德国来跟德国之间 进行这样的一个相互合作 那未来来讲的话 德国的企业会不会大量的离开中国 然后进入到东南亚 或是进入到这种印度的市场上面 然后去进行强化投资 这都是目前我们所看到 可能会未来会进行的一个 未来进行式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与众不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